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冬夫 直營 除了动物权益值得重视外 以下这件事都引起不少网民关注 有网民在社交平台铺上 一个戴帽的年轻港男 因为追不到一架乘巴 竟然趁红灯那阵 冲到巴士前面以人肉挡车 还叫路碧司机 一副我上不了车 你们都不用指意走那款 这个男人扰让了大约10分钟 之后司机报警处理 与此同时司机见到另一架巴士 就叫其他乘客转车离开 谁知这个港男竟然趁机 和其他乘客一起上车走人 令网民忍不住大摊 是乘机脱水 这样阻止真是好武品 又不是没车搭 根据公共巴士服务规例 任何乘客或已成为乘客的人 均不得故意阻碍或妨碍巴士司机 或任何获授权的人 或故意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故意阻碍司机望向道路 或交通视线等 为者最高可判罚款5000元 及监禁6个月 其实香港有法例去控告这类刁民 如果每次放山他们 以后个个人有样学样 追不到巴士 就玩到全车人被迫转车 不就很离谱? 好了 今集东夫即应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新数 记得致电我们爆料热线3600 3600 等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东夫即应 拜拜 东夫即应即可应 东夫即应我都有看的 你们快点看吧 东夫即应即可应 大家要听我说 立即去看 东夫即应 即可应 对 例えば 你回到楼下 你回到楼下 那里 你回到楼下